惹没人来她惹她 她这一转上空谷屋去翻车的门 那孩子呢 孩子我去外面跟着我 那后来你们就发觉了 我把她的孩子发烧半熟 你少到39度多 我一个人弄不了那孩子了 我说管她要 管她吐了 管她吐了 我都喊了呗 我喊了半天 她没有她的意 怎么时候我给她四爷打的电话 我说你问我一孙 你问我一孙是不是她的本 她说不是她的本 她没事 没事 没事 我都接着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黑净半夜再上诊 我问四爷 我说你爸生你 一生说早起 爸生走走走走 找我踢一下子班 没六点还要这个六点 四点才回来 这小子回来了 他还吐气 吐气小子问他干嘛 他说上班去了 一会儿人爸四爷没上班 又吐气了这一宿 他有朋友 他这是 今天上海去了 去路子开旅餐开房间 他说我去班去 我说我去班去 我说你去班去吧 前面我坐着班去 我都给他打包里边等 他说 从你坐班 我送你 一期没有了 啊给他送 给他送夜宵去了 他说你没有老子问老板 哎 我说怎么没上班 我都不能让他上班 我都不能让他喝的 啊你就明白他骗你了 嗯 他说你老子问你 我不会上班 他说就堂吗 他不去 他这位这个男女 他就都给他 他就不然他 我说你个人 我说你个人 他说你个人 他说你个人 我说你个人 他说我是说 他说受害的 他说你个人 我说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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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个人 你个人好 哦 他们有政绩 它一会儿 他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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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还算上班 慢出来 慢出来 你老头儿呢 干嘛 找着有事呗 说啥干嘛 是不是出去的 啊 是不是好几斤子没上家的 谁说呗 你那回给我打电话 你问我 问我没了那回 你问我呢 你说得得 得得得 你问这个了 我说不知道 他说 你也说你是受害者 来 是吧 哎呀 我一个朋友 你别朋友了 真的是你 朋友 跟我说 你老公是不是现在 跟他女生一块呢 不知道啊 原来是不是在一块呢 你问我 什么不知道啊 这个小伙子就他丈夫说 说你也是受害者 说这女孩跟你丈夫在一块呢 是这样吗 无所谓 我又没证据 他说不清 邦大姐觉得李阿姨所说的 这些见网友的事儿 并没有证据 就不该再提了 李阿姨却说 有一件事儿 他们可是有证人的 他们家人不愿意 他爸爸死后不愿意 是吗 他爸爸死后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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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实在的没法的 他爸爸也没多高兴的东西 他们俩给他们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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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不愿意那光不了 你说你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27岁 我说送了他两次家来 他不家来 我说上这 我说咱们该结婚就结婚 要不你妈他们 也挺不看 你看你妈回家来找来 你看一趟趟去 走位 我说婆婆 这个没法说 我说 我说你挺狠的 你看你老师跑 咱也直直过 他那会儿我就问他来 我说姜大 你为什么走这个岛 他说没 他说我没别的想法 我跟小伙子那俩 一点我村没见 我都是比你们 比我直的名字 我都是想跟何年爸 跟何年妈制造点压力 他说何年爸 何年妈不同意 我不让我进家 他不挺 他她她她她她她她 那么想他 他他不不 男慢慢同意 跟他們结婚的时候 咱们不适合家庭 不适合人 咱家人要两面的人 他他不家来 嗯 我都是 其实方法不对头 你越这样是吧 嗯 他越不回来 李阿姨的请见母说 因为这件事双方的关系并不融洽 但是他们对于闺女的婚姻还是很上心的 发生了见网友的事情之后 他们也去管过 老伴还把闺女打了 我说你打他 我说你打他 你先请一下 我叫他爸爸 吓唬他打他 他婆婆也不懒 他打他时间打 你打你得懒了 他打他 是那些弟子 找孩子脑袋 就是打他这个屁股 打他腿也行了 你打脑袋一下打我去了你 你怎么不忘记了 那你该说呀 你该说你老公呢 他不懒 他也不懒 我说老公呢 我说老公呢 拐一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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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了好几趟 他不懒 因为他是保持闺女 他不拐一拐 他们那边为什么不懒 我也理解 可能就是说 早都气狠了 这会儿你爹打你了 正好打两下子了 我们也不懒 肯定是这个情况 这个事咱别计较了 这个事早 对他们也是气过了 教育那个方法也不对 那会儿应该好好给孩子谈 李阿姨的青年母表示 他们也是用心良苦 虽然教育闺女的方法不太对 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好好过 没成想 婆家人不但不借机缓和关系 还把闺女赶了出来 他们怎么在他们家 怎么过来的 都在帮他解释 那么真委屈 那么怎么过来的 他们说不要那么的 那他们说大贵女 他也是说要的 那把贵女给他留下 他不是说不要 那不做 那不做 他爸爸对着口打着他 你要不要 也没说说他这贵女 都是进来打着他 打着他就想要不要 他说能够 能够照顺子吗 还是咋 他说跟他们少了一千多个钱一千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虽然说我穷 吃的滑的没少他一门 他穿的这衣裳 都是时尚的衣裳 谁是他刮这一分钟 孩子刮一千六七 买他个磨 他6月7天 他又拿着他穿的下这个衣裳 我不认识 他说他把他装的 我说这个皮草料去 我说这皮草子是说 你要跟着他们穿 不跟着他们 少了我也不会给你的 你也不说 不要他了 他不能拿个衣裳子 哎 你们怎么说 你那话 他们跟着你们活 你们不要呢 怎么说呢 要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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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后辣 把他车子撩一下 我两个车子不吃 不烂我 在你这边都 不是孩子不吃吃了 那小孩孙子 我看病 我得起来车子看病 两天十一小时买他家吃 咱们给他拆几钱以后 买家中他 李阿姨的清点母说 就因为这件事